济南RW霞铃峰TCG晋级第三轮S组 Fly操作油腻竟嫌老将风范 赛后借机祝福英凯情商拉满 另一面老龄的JDG被淘汰后 扫灵行动大获全胜 三兄弟将要S组相见了 就在上海EDGM 铃峰上海RGM 两人数据包栏五个位置的Top榜后 济南RW霞铃TCG开启SA卡位赛 前者是A组的领头养老牌战队状态极好 后者是S组的经验宝宝 第二轮失去TSG的陪练 好似已经迷茫 并且在S组没有学到东西 反而RW霞整体的运营 不单人的操作稳了一批 在首局RW轻松屏推了TCG后 第二局的阵容 本是后期发力的RW前期 Fly达摩居然揣出了一片天 开局Fly和无双面对 TCG三人丝毫不慌 利用自身老到切油腻的操作 Fly达摩最后才踢出那一脚 带沈梦西支援赶到 TCG双双阵亡 达摩手里有大 一兴来了 达摩怎么说 这个位置没什么好踢 没那么好踢 踢回来了 沈梦西来 达摩闪现二技能 一波头疯能 这波飞牛处理的确实很老辣 确实处理的很稳 就是能够感觉到 选手在这种碰撞上面的这种经验 确实经验很丰富 而后Fly又是一脚壁咚 TCG三人节奏大开 让队伍彻底稳住局势 12分钟就拿下了TCG 反观TCG打得非常迷茫 似乎在S组不仅没有学到东西 而且被打得不会玩游戏了 第三局警示的王昭军 将经济几乎都让给小楼的飞 结果依旧未对 RW造成威胁 小爱的太医保得太好了 TCG又是前期两国团败 被RW慢慢击溃 警示看着水晶爆炸 也是无力回天 我飞来了 飞飞走了 飞又来了 飞又走了 王昭军在后面 哥 你吃了我所有的经济 你就这 哥你认真的吗 哥你就这么死了 哥 王昭军站在那 你看这王昭军 你看这王昭军 目光呆滞 这王昭军头都是晕的 目光呆滞 你知道吗 我日呀 这打野吃了我所有的经济 就这 然后你 就是王昭军打团 啥也干不了 打个大对面拉走 王昭军站在那 兄弟们加油 赛后休息适中 一安眼神空洞无光 好似有种无计可施的感觉 不过最可惜的 还是第四局 TCG的阵容 好于RW很多 同时一安向于两次顶到 RW多人 带出前期节奏 但无奈队友们操作变形 四保太乙评线大招交不出来 就算经济反超也打不过RW 一安打出了问心无愧局 最终 TCG0比4输掉比赛 赛后 Fly受访时 从殷凯问的问题中找到机会 触不及防地 在屏幕前给殷凯送上祝福 竞选高情商 总的来说 RW侠已经稳住了第三轮S Fly已跟TTG翻番会合 如果24号卡位赛狼队 能拿下武汉E-Star Pro 那扫灵三兄弟牛晃翻 继老林被淘汰后 有种完成使命 全员回归巅峰的感觉 这画面真可以写进小说剧情了 那么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